没有人能够一直在神坛上掌握话语权,古今中外无所例外,大火的罗祥律师为擦边女律师说话被群嘲,大家好,我是顾颖琼博士。 前不久,一名网友叫是小斌心亚的董姓女律师翻车了,因为能出圈走红靠的是在视频里将正经微做的律师和搔手弄自的擦边女网红两种形象无缝衔接。 尤其是当小斌心一条回复网友称,我律师收入5000,直播收入2万的帖子更是遭到了大量网友的口诛笔伐,认为它是靠炫耀,靠擦边赚钱,引导社会不良风气。几天前著名的律师罗祥也出来说,大家要宽容。 然而呢,违法的标准必须明确,而不能模糊不清。如果标准模糊不清,那么流氓罪就可能重出江湖。 法治的要义之一啊,就是对公权力的约束。 不要用道德制高点去批判别人,搞擦边也是为了谋生等等。 其实我觉得律师就是律师,网红直播就是网红。 千万不要用律师的外表搞制服诱惑,以为法律有灰色区域就搞边缘产业。 就算有知名人物为之站台做吹鼓手,最终这些都会被历史和社会所淘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